弟兄姐妹 大家早 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大家来看 诗篇第67篇 诗篇第67篇第一节说 愿神怜悯我们 师父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弟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 弟的四级都要敬畏他 愿上帝亲自祝福他的坏 弟兄姐妹 大家早 弟兄姐妹 我们一开头 看这个诗篇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呢 有一个关键字 至少呢 出现了六次 这个字呢 就是愿 那愿这个字呢 出现了这么多次 可见呢 就是这个作者 他心中的有一个的愿望 我们人人心中都有愿望 那私人心中的愿望呢 也很明显跟我们一般人的愿望 有一些的不同 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来看 就是呢 他有一个愿望 就是愿神能够施恩 主要是在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 他是愿神怜悯 那他说 第一只要说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念光照我们 这是有关神的愿望 总一来说呢 就是他要希望 神能够向我们施恩 所以我们看到呢 是人愿神怜悯的主要原因 因为他发现说 人是非常需要神的怜悯 那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怜悯 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没有一个人 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站立得住 弟兄姐们 我们人非常需要神的怜悯 因为神若稍微受毁他的怜悯 人就在神的面前无所得 那思想下 神若稍微受毁 他要给我们的健康 人的身体呢 就被软弱所困 那神稍微受毁智慧 人就会变得痴呆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活得很好 我们应该知道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死的怜悯 第二呢 是来念神赐福 那弟兄姐妹 我们人很需要神所赐的福 因为从神而来的福 才是真正的福 那我还记得在真言书第十章二十二节 那么我们看到神所赐的福 跟我们从人而来的福 是有不同的 所罗门说什么 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然后呢 并不加上忧利 那这就是神所赐的福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也许表面上没有什么特别 或者是分别 但是不同的就是 神所赐的福 是不加上忧利的 没有忧利的福 才是真正的福 才是真正的富足 第三呢 是来念神光照 那人更需要神的光照 有神的光照呢 我们人属于的眼睛 才能够被打开 因为我们在灵里面 常常是下眼的 无论我们是在近处 所看的东西 或者甚至有时候 连近处也看不见 那发生在我们的四周围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我们也看不见 所以神向我们施了恩 那我们才看得见 如果神不向我们施恩 我们也看不见了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当神这样向人施恩的时候 人就知道神的道路 也知道神的救恩 所以神赐福了 又私下怜悯了 再加上祂的光照 人就会发现 原来神的道路 就是这么美好的 神就是这么爱人 愿向人类施拯救 那世人这个愿望呢 是否已经实现在 你我的身上呢 弟兄姐妹 你我是否已经被神光照 而看见神在我们身上 所做的奇迷的工作呢 世人这个愿望 是否也是我们的愿望 愿别人也能够知道 神的美善 那接下来 在第三到第七节 我们看 第三节说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世人很希望 世上所有的人 都能够称赞神 我们可以 从这里很清楚地 可以看见 都能因神 怎么样呢 快乐 或者都能因神欢喜和快乐 都能够敬畏 我的神 弟兄姐妹 当人能够称赞神的时候 向神欢呼的时候 世上就必须 充满了和平 欢笑 世上就 再也没有任何的暴力 也没有任何的争斗 这是何等的美好 那么 人为什么呢 会称赞神 因为呢 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 神以公义引导世人 从第四节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人走在公义的道路上的时候 弟兄姐妹 他们怎能不快乐呢 怎能不赞美神呢 所以 今天人的痛苦 就是因为 这世界上没有公义 连审判的地方也没有公义 连法庭也没有公义 所以 但是 神若涨前 神就会以公义怎么样呢 是你这个世界 使人活得快乐 那 人为什么会赞美神 因为神赐福给世界 祂使 这个地土能够 畜产和种植各样的食物 供应千千万万的人 使人存活 那 上帝的向人 施下各种各样的福气 比方 如从天上降下雨 赏赐封年世纪的更换 出下秋冬的更换 使人 各式其事 神是在此万物 从而美好 所以弟兄姐妹 你我呢 活在世上 是否也经历 神这样的赐福 神曾来以向 我们世人 显明他 各种各样种种的恩典 然而人怎么样知道呢 那 这是正需要神的光照 若没有神的光照 我们根本 不晓得 使人是那么的美好 我们需要神 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他是神 像是人是恩的神 那 这样的人 就会像神 怎么呢 歌颂赞 好不好 这个时候 今天早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向我们 施怜悯 求神 打开我们的心灵 亲爱的主 我感谢你 今天早晨 你透过视频 给我们看到 我们必须 向你祈求 主啊 你打开我们的 属里的眼睛 打开我们属里的心窍 主啊 我们好多人 曾经 经历到你的救恩 也经历到你的美好 主啊 但是主我们的灵 没有被打开的时候 主啊 我们却不看到 其实这些都是你 为我们特别安排的恩典 主啊 我们灵如果没有被打开的时候 我们根本 也不晓得 这一切歧视 就是你在自身 很特别的引领我们 主啊 今天早晨我们祷告 求主 你开我们属里的眼睛 开我们属里的心窍 让我们能够明白 主啊 你的恩典 实在 灵到我们身上 主啊 我谢谢你 也让我们眼睛 跟心窍 被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来 称赞你 因为我们看到 主啊 你伟大的作为 你奇妙的作为 主啊 今天早晨 我求你 圣灵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 早晨一起来 我们心灵就被打开 我们心灵 就被你来抹着 就看得到 这一整天 你在掌管我们 主啊 我谢谢你 我向你现在感谢 主啊 我向你现在感谢 愿你持续地来赐福我们 我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 得失的名 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 愿上帝 祝福你 愿实的灵异同在 我们明天再见 祝福不卖 ändern 感谢观看